Let's go, let's go, let's go 今情熱が嵐になって この速度を走り始める 結果 譲れない Hello,大家好,我是Roy 歡迎來到Arena 那今天呢,我要做的開箱對比的影片呢 那就是這邊有編號15522新出的17毫米的這個大餅導輪 然後還有這個15161的這個橇圈 橡膠圈的17毫米導輪 還有這15449塑膠圈導輪 還有這個95349也是塑膠圈導輪 那我們今天會做一個重量的對比 然後我們就看看他們的所有的1、2、3、4 這4個的這個重量 哪一個輕、哪一個重 然後他們的分別大概在哪裡 好吧 那這個我們話不多說 那就進影片啦 OK,好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種類跟功能的對比 那首先我們先從這個15161開始 那它這個是橡膠圈導輪 那橡膠圈導輪 顧名思義就是它旁邊 外面這一層是一層橡膠圈 我們是可以拿下來的 那由於它的側面呢 是這個外圈呢 是橡膠的 所以呢 它的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摩擦力 呃 會略為大一點點 那 大一點點的話 但是依然 也有好處 它並不是說是沒有用 就是說 它有一個好處是因為它的側面 它的外圍是橡膠圈 所以就是說 它的 呃 如果說有一些 比如說像 在過腳軌的時候 有一些衝擊力的情況下 它有 這個 能夠吸收這個衝擊力的作用 所以 也相對的在過腳軌的時候呢 這種橡膠圈的 橡膠圈的導輪呢 會 給你的車子帶來一定的穩定性 那當然 有得就必有失 速度就會慢一點點 那 第二呢 我們再走這個 再講這個 15449 其實這兩款呢 是 基本上功能是一樣 只是顏色不同 那 這個呢 是叫做 塑膠圈導輪 就塑膠圈的 那 它塑膠圈的話呢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低摩擦導輪 因為它的 因為它 它的外圍是用塑膠做的 那其實這個就 不容易拆卸啦 就是 基本上 你要拆的話只能把它剪斷 那 這個塑膠圈導輪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它過彎的速度呢 會 比其他的來的再快一點 因為它的摩擦係數非常的低 那 摩擦係數低的話呢 呃 有另外一點就是 由於它摩擦係數 呃 很低的關係 所以 呃 其實在轉彎的時候 它會帶給你 呃 更快 的這個 過彎的性能 但是也有另外一點是 它的穩定性就會 稍微降低一點點 就像比如說剛剛講的腳軌的情況下 那 它的穩定性數呢 就可能會比這個 橡膠圈的 這 來的稍微低一點點 那 再來呢 我們就講這個 新出的這個 其實也不是新出的 它也有 之前也有出 但只是不同的顏色 那只是現在 田宮剛出了 這個銀色的這一款 呃 大餅的 17毫米的導輪 那這一款呢 它的 它的這個 以邊圈來講 它的摩擦係數 會是在這兩個的中間的位置 就它既不會有橡膠圈這麼 呃 摩擦力這麼大 但也不會有 也但也沒有到 呃 這個 塑膠圈的摩擦係數這麼低 但是它有一點非常好的 好的好處呢 是在於 因為它本身大餅的關係 所以它的本身 整個 導輪是很厚實 是很壯 很 很強壯的 所以就變成說 呃 當你可能車子在跳躍的時候 落 落地的時候 可能 撞 跟底盤 這不是底盤 就是 導輪跟軌道接受撞擊的情況下 它 會成 它的承受能力會比較強 然後 它在過彎的時候 它也沒那麼容易變形 所以 它的穩定度啊 各方面也是 這兩個 基本上偏中的 齁 所以 但是唯一的缺點呢 就可能是它的重量 會比較重一點點 那這個就要看 大家各方面 自己可能怎麼樣去調配 因為有的人喜歡這種 大餅的導輪 放下面 然後這種高 呃 低摩擦的就放上面 然後 這樣子去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搭配 但是這個 就看個人的喜好了 OK 那所以現在呢 這個就是基本上功能的講解 那速度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是 一二三 那穩定性來講的話 就是一二三 喔 那強 強壯度來講的話 就如果說以 接受撞擊力來講的話 呃 就可能是 一二三 好吧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那當然也有可能 呃 也有可能有人覺得不對 呃 但沒有關係 如果你覺得不對的話 你也可以告訴我 好吧 那 這個就是我目前 呃 這個就是 所謂的 我個人認為的 功能 它的一些 呃 區別 好吧 那我們下一步 我們就看 它們重量的區別了 OK Check it out OK 所以我們現在 就要來測試一下 這個四對不同的導輪的 重量 是多少 好吧 那首先我們從右手邊開始 是這個 呃 橘色的 呃 膠圈低摩擦 那 這個 這邊有各自 呃 導輪的編號 下面A跟B呢 A是代表的是 單獨的 重量 B呢 代表是總和的重量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從A開始 那現在呢 所有的總數都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這兩個 呃 這兩個可能有一點點出入 因為呢 這個畢竟是舊的 然後呢 它背後 它其實有一點點小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喔 已經是被我剪掉了 所以這個的話 如果說 相信把這兩個 如果這兩個是沒有被剪掉的話 這兩個重量呢 應該是相等的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呃 所以我相信這兩個呢 其實應該是一模一樣的重量 所以呢 呃 但是 當然這個大家就可以看 一個是剪前 一個是剪後的啦 那剛剛好也是 給大家知道一下 這個剪完之後 重量能差多少 就差個0.0幾而已 好吧 那 我們就 基本上以這個為基準 因為這個是沒剪 這個是剪之前 這是剪之後的 那 所以 我們就不以這個為基準 那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一下 這個數值是多少 那 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看了 那 基本上最輕的 當然是我們的這個 橡膠圈啊 第一名 然後第二名呢 是這兩個 那 第二名 當然這個是最重的啦 好 然後呢 那 現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比較 數據化的知道 這個 17毫米的導輪 大概是多重 OK 好的 所以大家現在知道 這個導輪各自的重量 是多少啦 那 希望這個影片呢 能夠在你 呃 坐車子的時候呢 能夠給你一些小小的幫助 那當然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麻煩按讚 訂閱 分享喔 謝謝 我們下次見